2月18日商业电台举行新春团败活动 电台高层陈志云等与一众DJ及歌手张静轩王万芝均有出席 近来有穿张静轩跟有份投资录音室的干妈闹不合 导致转去新东家仪式也受到影响 对此张静轩予以否认 不过关于新的合作方他坦言仍在洽谈中 希望确定以后能在上半年对外公布 没有了就是大家对我的转会有很多很多的传闻 但是那些只是传闻而已 那我也没有准备要特别澄清什么 因为所有都不是事实 那反正谢谢大家关心 然后我身边所有的无论是姨父姨母还是谁 他们都对我非常的好互相报道当中的那样 仓名公司方面还没有太确定的消息可以公布给大家 那但是当然方向已经是有的 大家新的合作方也在下谈合约方面的事情 不过还是要等进一步 更加确定以后才跟大家讲会比较好 又到新的一年 已经33岁的王婉芝 虽然表示还未找到真命天子 但就自爆曾跟他有传绯闻的张静轩 有许诺国会照顾他 自参演剧集老表你好也播出以后 人气急升的Ivana也有意拉拢对方戏中接缘 他有说过就是以后反正如果没有人要的话 他会照顾我的 但我最求者很多的 所以不怕 你会不会叫马天仔一起拍 老表你好也认识 这个要问王祖兰 要看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适合的 我自己觉得会蛮好笑的